id.imglogo 这个东西还有这几个 指的并不是原来的 这个 attribute main 而是指的是这个 所以特别注意你的名称如果取的跟我不一样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 这个名称 我一定叫做什么 就是这个名称 TestName TestEnglishName 这个名称你要取的 跟我那个一样 如果你取的跟我不一样 像刚刚有同学是取不一样的名称 结果呢他去找 奇怪就是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说这个view的部分 这个view的名称呢 一定要取的跟那个什么 取的跟那个mylayout 因为我们实际上 这一行有没有看到 他实际上载的是r.layout.mylayout 是指的是载的是 我们后来新增的那一个 所以将来 其实这个用途还蛮大的 如果说你们要在哪个地方 画一个什么呢 画一个theyout上去的话 其实都是用这种方式 所以类似我之前也有看过 跟各位讲那个alern dialogue 实际上你要在上面画一个什么view上去 也可以利用类似这样的方式来做 很多地方就是说 他本来不能放的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然后先建一个view 然后再把那个view画出来之后 放在某个元件里面 是ok的 所以这种方式其实还蛮特别 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 但说真的啦 真的蛮容易做错的 但只要你观念 有做出来的话 基本上应该是可以达到某一种预期效果 这个效果至少会感觉比较炫 否则的话 如果你thisview里面没有图 感觉其实真的就 感觉就有点low 最好是有一个图 有一个文 所以呢我们这天就fine paper id 去找到的是画面上面的这三个东西 那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去做什么 去做连结 之后呢实体化之后 你才有办法去针对它放图 放文字 放两个文字 那文字 这个图的部分来自于我们这个 就是汇到里面那个 它一定也是一个resort id 也是一个整数 那这个也是一个 boss是中文的 那English name是英文的 所以一定是对应到的 正列缩影值一定是0,1,2,3 所以一定是对应的嘛 你不会跳着 而且都是一样的比数 你不要说一个是 一个是5比,一个是4比 那怎么对呢 所以都是一样的 一个图 对一个中文名称 对一个英文名称 那就画一个什么 画一个画面 然后把它放在那个上面去 Return 回去的话 就会是convert view 那另外我刚刚特别强调说 这个是你点击的位置 所以Return 回去的话 这个一定要Return 回去 一样的位置嘛 比如说你点了0 它Return 回去就0 点了1 Return 回去就1 如果你这个没有的话 它Return 回去 它点下去 它不知道说你到底点哪一笔 所以特别注意 你要Return 回去给它 第二个是这个的名称 这个名称 现在是boss 一定是一个字串 你不要Return 回去 给它一个图 或者Return 回去 给它一个那个 就是那个ID 如果给它一个图的ID 它秀出来就是ID名称 如果你这边改成什么呢 改成英文的 它最后的话 因为我们英文名称的 正列名称 就是这个嘛 English name 如果你Return 回去 是一个English name 的话 那你会发现 这地方Return 回去的话 它这边 Return 回去的话 也会是一个什么呢 英文的名称 这个是Return 的位置 这个是Return 的名称 对 所以如果把它执行起来的话 点击 就会是英文的名称 所以由这边来决定 那当然如果这地方 你要做一个什么多国语系 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两个都 多国语系 可能要想一下 反正这地方的话 就是说看用途 然后其他的话 就是再来就是 我们事件 set on item 什么呢 Click 因为Click 是因为List view 是on item Click 那Click 之后的话呢 会传过来几个讯息 包含就是说 我们的什么呢 最重要是这个 你的位置 有没有 INT 这个地方 ARC2 传过来就是什么呢 你现在点击的什么呢 点击的位置 它Return 实际上就是 就是我们刚刚 Return回来的 那个ItemID 如果你没有加的话 就不会知道位置 所以如果说 你把它 Return回来 0的话 它永远都是0 OK 那所以 前面的那个 我们的MyAdopt 前面的那个 Gary里面 Return是0 所以 如果你Return回来 给它0 它永远都是那个位置 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 你一定要Return 给它正确的位置 然后一样 利用什么呢 GetItemAtPosition 这前面用过嘛 Return回去的话 我没有SetTitle 当然你这地方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Alan Dialog 跳出来 一个Alan Dialog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最后做出来 类似就是这样子 一个图 一个图 距离你可以再调一下 那比如说点篮球 它上面就会出现 最喜欢的拳点是Basketball 英文为什么 因为我这边 我把它改 Return的时候 本来是Boss 那我把它改成 应该是Name 它出来的话 就是英文名称 那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说 有同学会讲说 老师那如果说我今天 你会发现 我一转起来 预设值上面 不是最喜欢的球运一转 但是我如果希望 预设值 不是名称的话 那我要怎么去设定 预设值 那其实预设值非常简单 我们预设值是最喜欢球运动好了 然后一个冒号 那这个词 这就是一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它会去 我看一下 我们好像里面 会有一个自传支援档 它就是Title 看一下这个 这个版本是否 在自传支援档里面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 一个 AppName 好有没有 所以它预设值 AppName 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把它改成 这个Name 然后里面不是有个Value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改成 就是最喜欢的球运运动 它就会直接载 最喜欢球运运动 这地方 不要用Ctrl-V Ctrl-V 贴上好像会有问题 不知道哥们有没有试过 贴上好像它不会贴上 它会贴到背后去 会贴到上面去 但是我按右键贴上 OK 你把它Save 之后的话 那RUN一下 你会发现 Default值 就会是最喜欢的球运运动 冒号 它是去抓什么 AppName 这个自串支援 那大概是这样 所以 那再来后面 我们这个就是第七章 第六、第七就结束了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第八 第八的重点 我们来看就是 第八 基本上最主要就是 建那个Menu Menu的话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那建Menu最简单的方法 建Menu的方法 也好几 好几种方法 你可以用 就类似跟 跟什么 我们建那个ListView里面 那个 我们读取之道来源 有几种方式呢 至少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 从Resource檔 把它读过来 一种是 就是从 正列 对不对 那Menu也是一样 Menu你也可以用 自串支援档 建好之后 Low进来 一个是建一个 就是正列 再载进来 不过我发现好像 第二种方法 好像还蛮麻烦的 所以第一种方法 我后来都教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的话 因为好像都雷同 所以就不讲了 这部分的话 我等一下会讲 那这个 这个自串支援档 特别注意 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载进来 按下Menu 我这边已经做好一个 其实可以用 同样一个 Sample来练习 点下去之后 底下不是有Menu 那要几个的话 你自己可以去看要几个 而且它还有 所谓的SubMenu 就是 这个Menu下面 点下去 还有Menu 还有好几层 你可以在SubMenu 那比如说 我今天按下关于 那我很简单 就是做一个Toast的出来 比如说 这是五老 这边有跳出 那时间的话 你可以调 这边好像是一秒钟吧 OK 那另外的话 这边有个所谓的结束 按下结束 这个 就跳离了 Finish OK 那这个怎么做出来 其实非常简单 做Menu 我想 将来Menu 其实还蛮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你按Button 那个Button的位置 会因为不一样的装置 会乱跑 但是Menu的好处 无论哪一种装置 它都会在下面 它会自动把你调整 所以有的时候 你功能干脆 有时候干脆 写成Menu的话 那那个界面 假设它要执行 就会变 比较不会说版型 需要去调整 还是可以达到一定的目的 而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的这个Sample Run出来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再加上 这个Menu 那加上Menu的步骤的话 等一下再来说明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